第1848集 不是 你行不行啊 照你这样划下去 别说是3600刀 那就是36刀才也撑不过去啊 你这也算是凌迟吗 你别把人给划了死了 王铁柱叫他 抱歉 我刚才力导用的有点猛了 子弹连忙抱歉的 对不起啊 下次我一定会小心的 我们先慢慢来 说着 子弹就拿出了手里的刀 对着这家伙的胸口就划了过去 吃一声清醒 这把刀就划破了他的皮肤 然后 一点血就流出来了 子弹一旦进入了状态 那是十分专注的 他专心的拿着手里的刀子 对着大汉的身上就划了起来 他划动的动作那是十分的漂亮 而且这每一刀下去都十分的考虑 现在他出的每一刀的力道 那都十分的轻柔 而且每一刀下去的深度 以及伤口的长度都一致 要知道 凌迟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子弹在切对方的同时 尽量地避开了那家伙的血管 以免出现大出血的症状 这要是在古代 如果你凌迟的对象 没有达到一定的刀数就死了 那么这个刽子手 是会受到严厉的惩罚的 大汉眼睁睁地看着子弹 在自己的身上那是滑来滑去的 他的意志在一点一点崩溃 终于他忍不住大声吼了起来 身上的伤口并不算是太疼 但是恐怕他没有等到子弹 把他凌迟划完 完全自己就把自己给吓死了 住手 你住手 大汉四声叫了起来 他吼道 我说 我现在就说 我马上把黑大叫出来 你们不要杀我 你们千万不要杀我 我上有老下有小呢 没用的废物 子弹正切得在杏头上 他恋恋不舍地 看了自己刚刚完成了 五分之一的动作 他有些遗憾地说 现在的人呢 都是这么怕死吗 从我学习灵池到现在 我还没有完整地用完一套灵池呢 大汉瑟瑟发抖着 人几乎要被吓尿了 他真的想破口大骂 他妈的 你说的你不怕死一样 但是这话他只敢在心里想想 他可不敢直接再骂出来 因为他的小命 还在别人的手里攥着呢 你们给我一个手机 我给他打电话 让他过来 大汉颤抖着说 他万一不过来呢 叶好轩小和和地说 那可是你的老大呀 你让他过来他就过来吗 我 我会有办法让他过来的 我会告诉他 厂子里面有点事情需要他处理的 他会过来的 大汉更怕了 他觉得叶好轩的表情 像是随时都能把他给吃了一半 那你他妈的还不快点 王铁柱对着这家伙脑袋瓜子就是 上来就是一巴掌 这家伙连忙却打电话去了 黑哥 厂子里出了点事情 我处理不了 你得过来一趟 大汉拿出了手机 做出了一副镇定的样子 王二 你说我他妈的 我要你有什么用 对方传出来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我花着这么多钱养着你 不是养一个饭桶的 黑哥 这件事情比较严重 是关于冰花的事情 貌似是有人在我们这里 斗受假冒的冰花 但是对方的来头似乎不小 大汉强坐镇定的说 有这样的事情 对方沉默了片刻 然后他打断了电话 好 我现在就过去看看 你先告诉我 他是什么来头 这个黑哥 你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行 王二 我告诉你 我每年花那么多钱养着你们 他不是养废物的 对方如果来头真的很大 也就算了 但对方如果只是一些小混混 你小心着点 我是不会让你好过的 大哥你快来吧 对方真的很厉害 看着叶浩轩等人对着自己虎视眈眈的 大汉几乎快要哭了 他说完这句话 就把电话给挂断了 连你老大都敢骗呢 以后你还打算在这里混不打算了 叶浩轩看着这家伙 好汉不吃眼前亏 大汉对叶浩轩的畏惧 简直是到了心头 他缩头缩脑地说 我这不也是没有办法了吗 我们出来混的 就只是混一口饭吃 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必要 把自己的命搭上去 你这是是吧 不错 是个有原则的家伙 你先到一边去休息一下吧 叶浩轩一掌就把这家伙给拍晕 然后坐在沙发上等了起来 那群小妹本来都不是怕事的主 但是他们没有碰到过叶浩轩这种狠人 现在他们一个个在一边瑟瑟发抖 大 大哥 我们只是一些局外人 我知道你跟黑大是有仇的 但这跟我们没有关系啊 我们能先离开这儿吗 场面一时半会儿 这显得有些尴尬起来 那个叫小玲的善善的笑了笑道 跟你们没有关系 叶浩轩笑了笑 他指了这一瓶皇家礼泡道 这酒是什么酒啊 王 皇家礼泡啊 小玲看了一眼那瓶酒道 啪 一向不进女色的子弹 对着小玲就抽了一巴掌 他恶狠狠地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说实话 真的是皇家礼泡啊 小玲几乎要哭出声来 他也是见过风浪的人 以前也不是没有客人 闹过事情 但是像叶浩轩等人这么强势的 他还是第一次见到 啪 子弹又抽了他一巴掌 然后他宁笑道 你他妈的你是欺负我们没有喝过红酒是吧 你敢再说一句 这是什么东西 自来水对程的假酒 一瓶卖三万八 比起市面上的贵多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你说 这跟你们没有一点关系吗 大哥 我们是糊口饭吃 这是厂子里的老板 教带我们这样做的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我们真的不想这样啊 小玲扑通一声就跪倒在地上 哀嚎了起来 哼 我是觉得做生意嘛 得讲究一点诚心 你们背地里搞的这些小动作 这就是在赤裸裸地欺骗消费者 你们可能觉得这是些小事情 但是有些时候 这些生意的名声 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败坏的 你们是不是觉得很光荣 大哥 大哥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以后我们再也不敢了 你们高带归手 罢我们一马吧 一群女人见到叶浩轩是真的有手段的人 他们是真的怕了 他们纷纷求饶起来 不是谁他妈的敢在我的厂子里面闹事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传来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声音 一个光头大汉走了过来 这大汉身高近两米 一身全是肌肉 而且光着的膀子上面布满了纹身 他的形象看起来是极具爆炸感 你就是黑大 这厂子里面的老板 叶浩轩回过头盯着那家伙 没错 我就是黑大 大汉点点头 你可以叫我老黑 朋友 你是哪里的人呢 你来我们这里是干什么的 老黑有点摸不清楚叶浩轩等人的来路 不过看叶浩轩来者不善 他也留个心眼 万一这家伙真是什么有来头的人呢 所以说初期不能得罪 肯定是先里后兵啊 没有其他的意思 叶浩轩使了个眼色 王铁柱把门一关 然后叶浩轩拿出了刚才那包冰花的 这玩意你不陌生吧 这是什么东西啊 老黑眼皮一跳 他不动声色地说 兄弟 咱们这个厂子里 做的都是正当的生意 你别陷害我们 哦 你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叶浩轩笑了 他看着老黑道 冰花 你不陌生吧 别说你不知道 你们这个权力最近流行这个 哦 这 这就是冰花呀 老黑做出了一副恍然大物的样子说 哎呦 我以前还真的没见过 只是我们圈子里有些人一直在靠这个赚钱 听说利润还不错 不过啊 老板 我们这里是不允许卖这些东西的 如果你要玩 我只能说 我只能说 不欢迎你 哼 你他妈挺能装的呀 叶浩轩冷笑一声 我也不妨告诉你 我得到准确的消息 你这里是冰花的窝碟 你 你是警察吗 黑大警惕地看着叶浩轩 说真的 他们这种人和警察打交道的时间多了去了 但是 他不觉得叶浩轩像是警察 因为叶浩轩的身上没有警察的那份气质 你觉得我像不像 说真的 你不像 黑大哑哑头 你们这些人 倒像是土匪 你说的没错 我们就是土匪 叶浩轩笑了 他走到黑大的跟前 我们可以做一笔生意 做什么生意 黑大看着叶浩轩 他觉得叶浩轩来这里就是要跟他做生意的 你提供的货源在哪 我负责把他扫到全国各地区 双影 而且我在金三角地区 有着固定的客源 但是你也知道 冰花的供应跟不上 而且我听说 你有一个十分成熟的渠道 这个渠道能够供给足够的货 黑大盯着叶浩轩 他从叶浩轩的脸上看不到一丝的破绽 良久 他突然笑了 他一边笑一边摇头道 你不要再玩了 你是不是觉得别人都是傻子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叶浩轩有些诧异的看着黑大 他说的合作自然是假的 但是他认为自己的表演 这真的是很天一无缝的 但是这家伙居然能看出来 第一 你不是警察 因为你身上没有警察的气质 第二 你手下虽然看起来像是一群土匪 但你不是 所以我有理由相信你是伪装出来的 黑大笑呵呵的说 你来这里 无非就是想知道我的供货渠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 你绝对没有安好心 唉 你这样说的话 我们就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 叶浩轩的双手一摊 你这人呢 我们本来是带着诚意合作的 你别玩了兄弟 老黑指的指自己的脑袋 天赋觉醒者 你一定没有听说过这个词语吧 我看人很准的 因为这是我的天赋 哟 原来你是一个觉醒者呀 叶浩轩微微的一睁 他摇摇头 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这么多废话了 你居然听说过觉醒者 看来你这个人也不简单嘛 老黑盯着叶浩轩他冷笑道 你说吧 你到底是什么人 我是什么人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知道 叶浩轩摇摇头 我得先把你打趴下以后才行 打趴下我 黑格微微的一愣 他随即笑了 这恐怕不容易吧 不是是怎么知道呢 你身后有多少人 让他们全部都来吧 如果我皱一下眉头 我以后就是你孙子 你不打算说出你的身份吗 我不妨告诉你 我这种人是不打无名之人的 你也别把你自己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你不打我 是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我的身份吧 你怕一个不小心得罪了人 对吧 看来你是不配合了 老黑看着叶浩轩 他挥挥手的 干几个 把这家伙给我往死里打 如果出事呢 算我的 老黑作为一方大佬 早就已经有那种 久居上尾的气息 他这一挥手 一群小弟呼啦啦的 就全部涌了过来 对吧 对吗 对 打�